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范宇集团的创始人CEO Philip胡振国 Philip你好 李李你好 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就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 经济国际方面的变化 为什么您说 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是我们这一辈子碰到的 在经济层面 财富方面改变最大的未来 事实上在我来说 我们一辈子都在成长着 一个变化的社会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小的时候觉得 喝牛奶好不好 好啊 现在呢 不能喝太多 其实喝牛奶越多的国家 听说骨质疏松越厉害 因为听说牛奶虽然有钙 但是里面是因为有碱 是酸的 所以要综合生理症的碱 所以喝牛奶越多的地方 反而生理越不好 所以我们小时候觉得 抽烟帅不帅 抽烟帅 现在呢 现在大家都不敢抽烟 对 所以我们讲说未来五年 所以我们一直在一个改变的社会 可是呢 未来的改变是最大的 我们这一辈子大概经历最大的 因为 人工智能跟robots 这两个话要把改变 我们社会改变很大了 改变很大 所以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呢 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根据统计 大概十年内 超过50%的工作都没了 被robot AI取代 还有其实很多人还没有知道 AI可以取代很多工作 然后我们从几个比较industry来说 举个例子来讲 在以前财务分析师是不是很不错的工作 可是呢 去年华尔街 layoff六七万个 financial analyst 为什么 2002年高盛大概在有600个floor trader 现在只有两个 通知就有program trading了 AI啊 robot都取代了 因为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emotion OK 还有呢 现在很多比较高阶段 将来取代不是中的第一级的工作 而且很多高端的白领阶段都要被取代了 为什么 现在已经有AI将来 他们可以看病了 然后律师了 会计师了 都会慢慢一个 因为他们的大数据比谁都多嘛 所以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还在教小孩子继续被写被算的话 大概二三十年后 他们找不到工作了 那我们还有一举举个例子来讲 还有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 像self drive self drive跟这个autopilot的话 这些的话会改变了 举个例子来讲 在美国因为有全世界最多的truck driver 有160万个 那如果self drive以后 这些truck driver会失业 所以现在的政客在反对 无人驾驶的卡车 可是呢 这是改变不了的潮流了 那现在只是说 无人驾驶的话 只是self drive还有 唯一就是说 它法律还没跟上 到底因为你DOI算不算self drive 对不对 等到这些法律跟上了以后 我们预计五年内 大部分的人都坐到后座去了 那还有呢 delivery services是不是没有了 哎呀 对不对 还有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买车了 是不是使用者付费 那以后self drive的Uber是不是很多了 对 是不是 然后auto insurance会不会出问题 为什么 原来10万卖一个exident 现在1000万卖一个 Oh my goodness 所以在未来的社会中呢 如果我们从事金融行业 保险行业这个 我们做单一的产业的话 都变成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了 我再讲一个比较惊人 悚人的话语 可能未来五年到十年内 房地产这个行业都失为了 因为网络的关系 大家自己去买房子 直接跟买方卖方交易 房地产每10年一个cycle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将房地产跌的时候 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因为以前没有像这些apps 没有这些AI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这一次的话 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房地产 agent可以做的事情 是不是慢慢要被取代了 比如说realtor.com的东西 可以取代MLS listing 然后呢 尤其现在AR VR 这些你去看 Open House 可不可以在AR VR里看了 对 它的一新二新 Virtual Tour已经看定了 然后你真的要去看房子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self drive 带你去 然后来接待你的是 变成robots 对不对 所以现在来讲呢 整个未来的趋势呢 整个来讲说 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 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注意到 有些像Sacramento area 已经refin已经开始1%了 然后呢 在湾区有一个realtor.com 让这个公司950块钱做listing 他们说的 我们不需要靠卖realtor.com赚钱 我们卖apps就好了 然后这些的话 将来是不是有很多VC啦 还有还有这些 豪尔街的钱要支援他们 等这些等到变成一个气候的话 最可怕的是什么 将来如果Amazon Google Facebook都进来了 那这个整个realtor.com赚钱 那这个整个realtor.com赚钱 是不是会改了 realtor.com赚钱 那realtor.com赚钱 是不是可能有可能 5年到10年内降到1%以内了 非常可能 甚至less 对 所以呢 是不是一个市委行 那做保险也是一样 如果你做单一 汽车保险 完蛋了 健康保险 ObamaCare 也完蛋了 人数保险 如果你只是卖传统的turn 跟一些guarantee的产品的话 你已经没有办法 能往前走了 所以呢 在这些的防疫 还有呢 Amazon去年 已经带了10亿美金的商业贷款了 这些的事物都要进来 没错了 所以当这些都进来的时候 我们来讲 很多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行业 还能生存吗 我看 有一点要隐忧了 Who stole my cheese 要在他把自己的食物拿走之前 想出一条路 那这条路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开始讲 其实在未来的走向 应该是 One stop shop 也是永远的走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客人有五六项 六七项不同的需求的话 他跟五六项 六七项不同的专家在谈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告诉他 不同的story 比如说做房地产 永远说房地产投资最好 做股票的时候 股票是唯一的选择 那做insurance跟annuity的话 他说那是最安全的 那到底听谁的呢 对对对 然后呢 你整个picture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未来其实变成一个财富管理的观念 财富管理观念 其实一般人有六个需求 哪六个需求呢 房产贷款 投资 退休 保险 传承 这是六个 如果在一个屋檐下 这六个需求都能统统take care到呢 那么他就in demand 是 而且呢 最重要的时候 他不需要为某一样事情 而通 再来特别一定 他只做某一样的话 他一定只说那个好 就像老王卖瓜 只能说那个瓜田嘛 对不对 所以这未来的走向变成 one stop shop 是未来的一定的走向 那我们 trans pacific 后来变成trans global 以后呢 我们就是在打造这个环节了 像我们在南加州 我们已经有房产部门 贷款部门 我们还有我们的人寿保险 跟年纪部门 我们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我们有investment advisor 我们有in house health insurance 跟汽车房屋保险 这样子的话 客人到我们这边来 是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 可能不同的人来帮你解决 但是同一个地方 是不是所有的需求 都可以一次解决了 这样子 当你能够take care 一个地方能take care 所有的需求的话 是不是你就比较不容易被取代了 那当然 并且可以 就是你要创造 这个趋势 而不被趋势所淹没 没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观念 我相信呢 我们住在矽谷湾区的朋友 还有投资人呢 也已经朝这个方面想了 所以有一个很公平公正 并且符合未来趋势的 范宇集团就在这里 在湾区有好几家分公司 请各位专业人士 如果想要加入范宇的话 请按照荧光幕上面的电话号码 来找到菲利普 来做一个面对面的interview 非常感谢菲利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此结束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